女排落选北轮7人情况不同,朱婷等4人免减,另3人居在加利。 5月13日晚上,引人注目的中国女排参加国家联赛北轮战的14人名单终于揭晓。 相比此前的21人大名单,朱婷、闫妮、岑春磊、王梦杰、彪林宇、杨涵玉和段放落选。 仔细分析7人缺阵原因,可以分成两个类型,朱婷、闫妮、岑春磊和王梦杰属于年检,只是因为报名名额有限才落选,而彪林宾和王梦杰。 朱婷、杨涵玉和段放三人,仍需加利才有望进入下一站名单。 朱婷是绝对的年检。 身兼女排队长的朱婷,因为刚刚征战了徒超,身体处于疲劳期,加之北轮三个对手多米尼加,比利时和韩国实力太弱。 因此,北轮战选择休息。这一点已无需多言。 严妮和岑春磊作为仅有的现役两位发誓后老将,去年的大冠军杯时隔一年重返国家队,发挥依旧可圈可点,已经充分证明是免检球员,因而北轮战腾除名额,让年轻人走上前台,也属意料之中。 王孟杰已取得朱婷信任。 2015年世界杯冠军王孟杰,联赛发挥抢眼,去年女排末期集训更是得到朱婷首肯,也是朱婷放心的后房中间。 北轮战让位新人孟子璇,并不是王孟杰实力不够,更多的是出于教练组要考察孟子璇的实战状态。 因此,王孟杰的国家队位置依然无忧。 与上述免检的四人不同,来自江苏的二传刁李宇,刚结束的联赛状态平平,加上随队出征越南,自然退出了北轮战二传竞争。 展望未来,如果刁李宇不拿出上加状态,他很难竞争过世界杯和奥运会双料冠军丁霞,以及联赛状态爆棚的摇底。 因此,想在国家队站稳脚步,标林雨必须在加厉。 断放仍需加厉。国家队新人杨涵玉和断放,同样竞争压力不小。 市青赛MVP杨涵玉,在袁新月、严妮位置稳固的情况下,要与王源源、高毅乃至胡明源竞争替补复工。 而进攻速度极快的断放,不仅要和世界冠军刘晓彭、刘燕涵PK,还要和张艺产等人直接竞争。 因此,两人也需要再发力。良性竞争预示着新人辈出,唯有竞争才能由中选由。 只要凋雷与三人永不延弃,刻苦训练,相信之人善任的郎平会给他们机会的。 让我们期待着。